记者正影响台北报导张清芳在演唱会上突然 粉丝要娶我吗? 图环球音乐提供天后张清芳在 北小巨蛋举办的Timeless演唱会花剑特别安可场圆满目 会后接受媒体访问 被问到安可时突然被告 于是当众向粉丝喊话你要娶我吗? 被怀疑自己聊想恋爱的心 不过聊到这个话题 张清芳则是常直接地透露目前的想法 张清芳在台北小巨开唱 图上影娱乐提供张清芳演唱会邀请胡瓜任嘉宾 图上影娱乐提供张清芳邀请金曲歌后 A另担任演唱会嘉宾 图上影娱乐提供张清芳被问 在演唱会上怎么会突然问你要娶我吗? 也笑说追了他很久的粉丝 一直在台下喊话我爱你 索才这样回他 至于被问到有想要谈恋爱吗? 也值得回复说 我没有想过 而且大部分在思考的事都与演唱会有关 近期似乎也把生活重心全放 工作上不过12月将会飞到美国去陪儿子过 日张清芳和儿子在上一次演唱会合体 图上影乐提供张清芳又和儿子所在演唱会合体演唱 上影娱乐提供了起自己的爱子 过去演唱会大 子 Nathan曾经担任过上一次演唱会的嘉宾 这次没有 深 张清芳也小小亏了儿子 笑说他连哪一天都 了 至于 有没有要让儿子出道 目前希望他先玩 学业 以后要做什么再说 不过这次演唱会二儿 Nicholas则是有到现场 也陪着张妈妈一起 感谢